他租娱乐圈之后 周深收到了许多前辈的好评 汪峰说周深是在唱歌上有着极高天赋的男生 著名音乐制作人王志平曾经称赞到周深 是目前为止他听到的声音当中 唯一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 高晓松更是在听到周深的声音之后 自掏腰包为他制作专辑 在此之前他只为两位音乐人这样做过 一位是朴树一位是颂科 不要亏待自己的耳朵 听完这些歌你也许会爱上他的声音 这首歌曲是大名鼎鼎的千语千询的中文版主题曲 不过他不是官方的版本 只是因为周深太喜欢这首歌了 结果一不小心他成为了周深最知名的翻唱歌曲 极简的伴奏充满抚慰感的歌词 再搭配上周深轻柔的嗓音娓娓道来 至于之感扑面而来 一方面是觉得将日语歌词直译成中文 十分的违和 另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翻唱者 都唱不出歌曲中的韵味 反倒折损了歌曲的美感 但这版不同 相较于原版的年长庄重的音唱 周深的版本更加的朴素 却也更加的轻盈柔美 只能说一声感谢 然后也希望我的歌声 或者是我的存在 能够给你们一点力量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让他 Let it go 好不好 2.最学霸 又是一首让人叹为观止的翻唱 这首歌曾经拿下了第二年的 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一度成为翻唱的热门曲目 不过周深的版本最精彩的地方在于 他用了九种语言来演绎一首歌曲 有英语 日语 俄语 乌克兰语 法语 意大利语 妥妥的学霸一枚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是 第一段用日语演唱的副歌部分 相较于原版气势磅礴的演绎 这段轴身空灵又缥缈的声音 十分符合电影主人公艾莎 冷若冰霜的气质 也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加唯美的听感 这是周深的第一首翻唱 那时的他还只是个素人 不过已经有许多人被他的声音所打动 甚至还有人听完之后 建议周深去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比赛 他们期待没有落空 半年之后周深就去了中国好声音 最揪心在好声音的舞台上 周深一共就演唱了两首歌 一首是初赛时的欢言 另一首就是和李维合唱的贝加尔胡盘 原曲中唱的是冬天的贝加尔胡 有一种只可远观不可谢玩的疏离美 这般翻唱曾被李健称赞 为贝加尔胡盘又增添了春夏秋 三季不同的色彩 这对临时拍档 曾凭借这首比赛的歌曲 拿下了当年华语音乐榜中榜 颁奖典礼最具潜力组合奖 直到现在他仍是周深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之一 同时他也是周深的淘汰之作 虽然现在回头看 那时的离开不过是他事业的开端 但是当时对于腼腆又不自信的周深来说 的确是五味杂成的 一方面对舞台仍有留念 另一方面也倦念着和小二班的好感情 所以那一次我们也少有的看到周深哭了 所以可见中国好声音的舞台 对周深来说意义重大 你们都知道我是湖南人吗 然后在贵阳长大 所以我不会苏州话 但是我有听过一个苏州平坛叫做情怀景 不要激动 我不会唱这首歌 但是也不要失望 因为我好像会两句 但是 但是标不标准 你们不要骂我好不好 我想一下歌词 我唱得还好好吗 好听吗 好 好 这是一aph evening 永远 这 yi